我们第一小节跟各位介绍下标的写法 第二小节跟第三小节分别介绍了行列式跟inverse的指标写法 那我们第四节是一个重点 我们来给各位回顾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物理就是向量 也就是只有一个下标 向量的各种运算 我们如何用指标符号来表示 也可以说如何用张料符号来表示 我们现在所谈第一点 大家先注意我们在一点时间所谈到 坐标只限于线性直角坐标 我不谈圆柱跟球面 那个我们第六节才会谈 现在只谈线性直角坐标 所表示的向量 它的一些运算的指标写法 那我们现在就考虑 有没有知道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就是一个线性直角坐标 它的三个轴 我们不用xyz 我们讲过 我们用xyx2跟x3来代替 那其中呢 这个小a就是一个任意的向量 它的三个单位向量 我们这边有注明 分别不是ijk 还是e sub1 e sub2 e sub3 让这个a 它的三个分量 当然是a1 a2 a3 所以你们看 向量a可以写成a1 e1加上a2 e2加上a属力 e属力 也就等于a i e sub i 这个就是典型的向量 记得因为i重复两次 所以这是一个geno的一个向量 a 它的指标写法 a i e sub i 其中a1 a2 a属力是分量 e1 e2 e属力是单位向量 就是你们以前习惯的ajk 所以我们这边不用ajk 所以a i e i ok 那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跟这个向量 有关的一些特性 或是一些指标写法 其中我们这边的a 代表a i e i b也是 b 就a跟b 小写a跟b 是两个不同的向量 在线性直角坐标 卡车坐标系统里面 两个不同指标 这有的各位一看 就知道 第一个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向量的长度 等于a1平方 加a2平方 加a16平方 开根号 但我就刚刚跟我讲过 千万不要写成是 a i平方 开根号 因为a i平方 就代表a1的平方 或a2平方 或a数量平方 所以要写成 a i a i 开根号 因为a3 a3 i重复两次 所以才代表a1平方 加a2平方 加a数量平方 这是任何一个向量 它的长度 的 所谓的张量 或是index rotation的写法 是a i a i 开根号 而不是a i平方 开根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向量的两个向量相加 就你们看到的 a加b的向量 也就等于a1加b1 乘1万加a2加b 那就是等于括号 a i加上bi括号 乘上e i 这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里面 先看加号 左右两边 Full index相等 然后呢 这i重复两次 所以这整个里面 是i等1加i等2 加i等3 这就是两个 这就是两个向量的相加 也是很直觉的 第三个 如果浪打是一个实数 属于 这也是数学符号 这个就叫做 属于b2 我这课上有时候会用到某些常用数学符号 真的用到我都会跟各位提一下 r指的就是实数领域 假设这个就说浪打属于r 有的浪打是一个实数 那当然浪打a 也就等于浪打a i e i 这个也没有什么 好 那我们先来看 什么是我们的inner product 这个现在不谈张量 我们只谈向量 向量的内积 也就是所谓的dot product 假定a dot b 你们都知道 依照定义 就是等于a的大小 乘上b的大小 乘上coscd cd就是a跟b之间的夹角 这是我们基本的向量inner product的定义 那我们看 那两个单位向量呢 假定e i dot e接 那e i dot e接 记得 e i dot e接 这就代表了九种组合 i跟接都可以等于123 可e i dot e接 依照我们定义 就是等于e i e i的大小 乘上e接的大小 乘上coscd i接 这个cd i接指的就是e i跟e接的夹角 那e i跟e接的大都是等于 九种等于口栽 cd i接 那如果i是等于i 你就cd就是零度 那它就等于e i不等于接呢 i不等于接的话 那就代表它们两个甲角是90度 那等于零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口栽 cd i接 就等于德塔i接 所以我们知道e i dot e接就等于德塔i接 如果i是等于接就是等于1 i不等于接就等于零 这里面也知道的 e1 dot e1就等于1 e1 dot e2就等于零 那从e i dot e接等于德塔i接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 a dot b的general form 所以你们看 在我们讲的 a dot b 就是依照我们来讲 是a i e i dot 记得哦 这边不能再用i了 再用i就四个i了 所以我们改成b接一接 然后a i b接移过来 e i dot e接等于德塔i接 然后我们就把这中间的接 用这边的i取代 所以就变成a i b i 也就等于a1平方加a2平方 a1 b1加a2 b2加a数例 b数例 当然也就代表b dot a 这边也就证明 a dot b是可以交换的 也就告诉各位 a dot b的基本写法 也我们一般的内积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下就是一个时数 也就是等于a i b i 这就是index rotation的写法 这个就是我们index rotation的写法 a i b i 然后那从这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从这来那我们就知道 a dot a 现在要dot自己 那依照上面的定义 也就是等于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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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等于a1平方 b2 也就等于是我长度的平方 那这个就你们晓得的了 好 最后我们告诉各位 如果我一个向量 dot任何一个单位向量 比如说a dot一阶 那依照我们定义还是一样 等于是a i e i dot一阶 可是a i dot一阶 等于德塔i阶 我可以把这个取代 所以a dot一阶 也就是等于是我们这个a的大小 乘上我这个cosc打值 因为就是a dot的压 就a的大小乘上1的大小 乘上cosc打的夹角 cosc的i 而这个cosc的i 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也就叫做 4等于a在xi轴的方向余弦 dalene cosc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各位回顾一下 你们应用力学 应用力学到了 假定我有个任意向量 a等于a1 e1 加上a2 e2 加上a实例 e实例 其中的任何一个a sub i 也就是代表 我这个向量a在这个e1轴 ei轴上的投影 在ei轴上的投影 当然等于我这个a的大小 乘上cosc打i 这个c打i就是a跟xi轴的夹角 也叫做这个向量xi轴的方向余弦 如果我任何一个向量 我知道这个向量的三个 这个向量本身跟三个轴的夹角 c打1 c打2 c打数例 那这个向量就可以等于 我的大小乘上 乘上这个cosc打i 这个就叫方向余弦 因为这个就等于 这个向量a的单位向量 它的方向 各位知道 这是你们以前在应用力学上学到的 因为这门课还是会用到很多向量 大家不要忘掉了 这是个基本的向量上的写法 cosc打代表了任何一个向量 跟其中的一个轴 方向轴的夹角 它的cosc打值 我们叫做方向余弦 因为你知道方向余弦 就可以知道角度 知道角度就可以决定它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方向余弦 这是应用力学学的 各位不要忘 好 刚刚介绍的是dot product 我们现在来看 cross product 加一下两个向量 一个a 一个b 那a cross b 你们以前 a cross b 你们以前在 那个应用力学学学过 a cross b 它的大小等于a大乘 变成sine c打 但那个不管 a cross b 可以等于这个行列是值 第一行就三个单位向量 第二行就是a的三个值 第三行就是b的三个分量 但我们刚刚才告诉各位 这行列是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写成这边这个式子 Apinal i接k 1的ei乘上b的二接 乘上a的三k 不是 不是 乘上 1的ei乘上 那个a的二接 对 乘上b的三k 但是我们这边呢 除了那个基本上来讲 因为我们这已经 因为i就是123 所以就等于ei ajbk 就等于这一下 这个行列是 依照我们刚刚的行列是定义 就等于a不下i接k 乘第一行 乘第二行 乘第三行 我应该讲乘列比较合理 乘第一列 这是列的展开 乘上我的第一列 Apinal i接k 乘我的第一列 乘第二列 乘上第三列 然后 我们藉由把这下标 同时转换一下 我们不这么细讲 你们自己看 这写得很清楚 它就可以变成这一下 这一个跟这个差别在哪里 这个e在最前面 这我们将把e掉到最后面 所以变成了Apinal i接k Ai BJ EK 那这个就是 这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 就是我们一般的 Close Product 的Index Rotate的写法 A Close B 等于Apinal i接k Ai BJ E K 你把这个展开来 也是一样 你们知道 这个展开来 有27项 其中21项 等于0 只剩6项 那6项里面 有两个是E sub 1的 可以加在一起 有两个是E sub 2的 有两个是E sub 3的 反正这个展开 跟这好像展开是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Close Product 那经由这个Close Product 我们还可以知道几个 还有一个 这个不是从这边来的 Ei Close E J 就等于EK 这里面可以想得到的 等于Apinal i接k 讲错了 Ei Close E 就等于Apinal i接k EK 因为E1 Close E2 等于E3 所以你们把I接k 分别为123等等带进去 就会得到结果 这是很直觉 就可以证明出来的 Ei Close EJ 等于Apinal i接k EK K等于E加 等于2 等于3 因为I跟J 如果相等 大家都等于0 E1 Close E1 本来就是0 I跟J 不相等的话 然后跟K 也不等 它不是等 比如说E1 那两个相同 不等于正 正E K 就等于负EK 这就是Apinal i巧 等 这是一个 这个要记得 这常会用到 Ei Close 一接 等于Apinal i接k 的EK 这就给你们知道 E1 Close E2 等于正E3 E2 Close E1 等于负的E3 结论 是E1 那下一行 也这个 我不讲了 你们自己看看 我们就依照 这个定义 直接证明出来 A close B 等于负的B close A 这个大家自己就回去 看看我这边多说 那这个我们不在这边看 反正这个也是依照 那个定义 可以证明A close B 等于B close A 下面 有三个是你们在工作上 就学到的 向量的几个互相的定理 他们的交换分配率 好 第一第三个 我们就不证明了 第二个 各位练习 这是你们今天最后一个 Homework 第四个 你们回去证明这个 依照我们前面讲的 这些定义 还是一样 依照Index Dotation 证法 不要拿公诉的 证明方法来 要利用 这一类的这种写法 就是依照我的 Close 跟Dot Product的定义 大家练习练习 记得这些作业不难 你们尽量要 尽量自己做 因为这对你们的 观念澄清 很有帮助 有问题可以来问我 然后呢 下面给各位看的是 所谓的 Scalar Triple Product 也就是三个向量 三个向量 乘在一起 首先是B C 然后再跟A Dot 起来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行列声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Indo 表示成旁边这一些 这个 也很明显 你们自己看就知道 我们不在这边多说了 那下面这个 我们就下次再说 这个就代表了 坐标转换 那这个问题 我们下次再谈 到这边为止 各位回去 还是仔细看一下 自己仔细地看一下 熟悉 在向量的运算里面 这些Indo 的表示方式 OK好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同学找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在前两个礼拜 已经简单地告诉了 各位 所谓的Index Rotation 所代表的意义 它的那个Index Rotation 的这些符号 应该怎么运算 以及呢 它们如何适用于 适用于行列四 或是一般的矩阵的运算 行列四或是 Inverse的Matrix 以及在向量上的一些运算 那今天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下 各位看到 Index Rotation 在谈到坐标转换时候 它的某个方便性 OK 你拿Index Rotation 这种下标符号 来处理坐标转换 是还蛮方便的 我们先举个例子 我们这边讲的坐标 一般来讲 当我们说坐标转换的时候 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同样的坐标 只是它转一个轴 例如 我们这边 我们现在看一个平面的 这是X1 这是X2 然后我说这个坐标 转到X1 plus X2 plus 然后这边有 这边转了一个Sida 这种就同样的是 线性直角坐标 还是转到线性直角坐标 那这个是比较 这种坐标转换 是比较单纯的 另外一种坐标转换 是我本来用的是 线性直角坐标 我现在把它转到 圆柱坐标 或是球面坐标 那个就是比较啰嗦的 那个我们在第六集 第六个 第一章的第六个小节 我们会跟各位谈 我们这边呢 跟各位先介绍的 只是纯粹的坐标 同样的坐标转换 线性直角坐标 摆到线性直角坐标 那同样的观念 可以用到 圆柱坐标转到 圆柱坐标是一样的意思 那比如说 我们这个只是二维的话 对各位来讲 这个是简单的 因为它总共中间 它总共中间 就是一个角度c打 所以同学马上知道 这两个坐标系统之间 就假定有任何的一个点 原来的位置是xy 对这个坐标系统是xy 那对这个坐标系统呢 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x plus 就是等于cosc打x1 加上sinc打x2 这x1plus x2plus呢 是等于负的sinc打x1 加上cosc打x2 这个公式大家各位应该很熟知 这是平面的 如果我现在考虑的 不是一个二维坐标系统 四个三维呢 这是x3 这是x3plus 那 第一点 这个公式还对home加3 还是整个通通会变 各位都知道你们每次在谈到像这种坐标转换的时候就二维的是很简单 看一下思考一下马上可以得到 那如果是三维的呢 好大家就觉得公子还蛮啰嗦的 以前好像有印象是要用一个矩阵来处理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这边看看如果我们用index rotation来处理这个坐标转换的结果 而这个这个的观念等一下大家一定要弄清 有不懂的马上举手问 因为这个马上就要引申到 我们下一个小节 谈到所谓真正的直角坐标的张量的定义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 假定向荧幕左上角这边有一组坐标系统 原来的是x1x2x3 它的单位向量就是e sub1 e sub2 e sub3 然后呢现在这个坐标自己做的一个线性直角坐标的转换 还是直角坐标转到直角坐标 右手螺旋转右手螺旋 变成x1x2x3x3x3 这个就代表新的坐标系统 单位向量呢 就我们这边讲的e1x2x3x3 然后我们首先先看 我们define一个名词 叫自浪达sabij 浪达sabij的定义是代表e i plan dot e subj 我们这边有特别讲浪达ij它的第一个下标 因此这浪达ij是一个两个下标的一个notation 所以它是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强调的 我这边有讲 我写的i代表new 也就是说第一个下标是会跟新的坐标有关 第二个下标我写old 也就是代表第二个下标是跟旧的 也就是原来的坐标有关 所以你们看 我们在浪达ij写的是e i plan dot e j e subj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说浪达23指的就是新的e 2 plan 第二个坐标轴 dot原来旧的第三个 类似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个我们一看 你就会 我们会发现 依照dot的定义 这个就等于这个的大小乘这个的大小 问题这两个大小都是1 所以等于是这两个之间的夹角 那我们现在 如果 如果我把这个新的这个坐标 e 3 plan就当作是一个一般的向量 那这不就是某一个向量 在x在第三个轴上的夹角 所以就是类似cosc打3 也就是等于一个任意的一个向量 对原来的这个坐标轴的某一个方向轴 它的夹角cos值 也就是它的方向余弦 也就方向余弦 当然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写成c打23 也就代表新的x2轴 跟旧的x独立轴 之间的夹角的cos值 所以浪达ij 浪达subij 事实上就代表了新的xi轴 跟旧的x阶轴之间夹角的cos值 你们自己可以在讲义上抄一下 我在总讲浪达ij 就是等于新的xi轴 跟旧的x阶轴之间夹角的cos值 那先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拿1万来举例 很明显 我新的x1轴 我的1万普浪 这个向量 就是等于浪达11 1sub1 加上浪达12 1sub2 加上浪达13 1sub3 或者说是我们可以写成 浪达了1i 1subi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的1万普浪 我的第一 新的x1轴 它的单位向量 因为浪达1万 1to1数理 分别就代表新的x1轴 在旧的三个x轴之间的夹角的cos值 那依照我们向第一 那我新的当然就是等于 因为这大家都是1嘛 就是等于这个乘上1万 这个乘1突加 这个乘上1数理 因为这三个就是代表 这个向量在这三个轴的 夹角的cos值 他们是单位向量 所以可以浪达1安 所以依照这个来讲 你们现在看下一页 第一个你们看荧幕左上角 这边我们写了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就是浪达的矩阵 假定我们上面是原来的坐标 1万1to1数理 这边是转动后的短尾向量 1万plung 1数理 1数理plung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对这个来讲 1万plung 等于浪达万万乘1万 浪达万兔 兔加浪达万数理 乘1数理 1toplung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会得到旁边这个结果 1iplung 1iplung 就等于 1iplung 等于浪达i接 乘上1sub接 同样道理 如果从我从这边来看的话 反过来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得到 1i 等于浪达 接i 浪达接i 乘上1sub接 plung 那在这边 这个式子里面 各位就注意到 我刚刚讲的 针对浪达来讲 这个公式很好记忆 为什么 你们看针对浪达来讲 我们已经讲过 第一个下标 一定是跟新坐标有关 新的坐标 转动后的坐标有关 第二个下标 跟旧的坐标有关 所以你们看 第一行 第一个下标是i 我这边也是1sub i plus 那后面就是j 对这边来讲 我的第一个下标是j 第二个下标是i 所以这个第二个下标 跟等号左边的 1sub i有关 这边的j 跟等号右边的 这个1j plus有关系 也就等于你们仔细看 我这个free index 先不要看我有没有 重复两次 反正 浪达的第一个下标 一定跟plunk的那个下标一样 浪达的第二个下标 一定跟 没有plunk 就跟原来的坐标的下标 有关 这是代表在三维 因此 也就等于说 因此各位记住这一个 以后针对任何直角坐标系统的转动 针对任何直角坐标系统的转动 一模一样 做法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的单位向量的关系 就是这么单纯 你只要记得浪达i阶是新的xi轴 跟旧的x阶轴之间的夹角 新的xiplunk轴 跟旧的x阶轴之间的夹角 这公式就很容易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话你们一定要会了解 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一点 反正浪达的第一个下标 一定跟plunk的那个下标一样 第二个下标 一定跟没有plunk的那个下标 是一样的 好 这个是他们单位向量之间的关系 记得我这下用的是直角坐标的转换 那圆柱坐标呢 各位想想是一样的 为什么 你们不要忘了 圆柱坐标也好 球面坐标也好 它最主要的特点是 圆柱坐标跟球面坐标 是个曲线坐标 它在各点的单位向量方向不一样 但是在同一点 它还是一个直角坐标 针对固定点来讲 圆柱坐标跟球面坐标 都是直角坐标 唯一的差别是 线性直角坐标指的是 如果我直点 我考虑是这个直点 这是我的坐标 我考虑是这个直点 这还是我的坐标方向 但是如果是圆柱坐标 我对这个直点是这个坐标方向 对这个直点五坐标 可能变成这样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圆柱跟球面坐标 还是直角坐标 还是互相垂直的三个坐标 所以他们如果在同一个位置上面 做坐标转换 这些公式一样适用 只是这 如果是圆柱坐标 这个就不是一万一图一数例 而是所谓的ER E sub C 跟E sub Z OK 好 我们刚刚讲的只是单位项链 那我们现在真的有兴趣的是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向量 一般的向量 我在原来的坐标系统 它的三个分量是A1 A2 A3 但是针对新的坐标系统呢 我们要写成 AI plug AI plug 有兴趣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看 假设 现在有一个向量 是小A 然后呢 它在旧的坐标系统的分量 我们叫A sub I 新的坐标系统的分量 我们叫A sub I plug 那我们看这有什么关系 各位看 这边讲的 本来我们就说 A向量 在原来的坐标系统 我们可以写成A I EI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这个EI可以做坐标转换 OK 所以得A I乘上 浪打 这里面仔细看 是浪打JI JI EJ plug 因为什么呢 我的第二个下标 要跟我原来的坐标系统的下标一样 而第一个下标 要跟我新的坐标系统一样 所以可以写成浪打JI EJ plug 写成浪打JI EJ plug 然后我们这边讲的 我把整个的这一个 我们经过所谓的一个 index change 也就把I改了J J改了 所以我们写成是 所以这个可以改成了AJ乘上浪打AJ乘上浪打IJ 这个等于是一个index的change 我把I改成J J改成I OK 这个不是说代表它们是对称 只是I改成J J改成I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但是同时 同时这个向量 在新的坐标系统里面 我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AI plug E sub I plug 因此呢 我把这两个 这两个等号 这等号的左右两边都是EI plug 我可以把这个式调到左边 所以我们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等于0 那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式子 任何一个式子 如果向量等于0的话 就代表它每个分量等于0 所以这个括号里面的值 就会等于0 那括号里面的值等于0 我们就会得到了下面的这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AI plug 等于浪打IJ 好 你们再指示看看这个式子 跟上面右上角的这个式子 有什么不同 几乎是一样 为什么呢 还是一样 浪打的第一个下标I 等于等号左边 新的分量的I的下标 新的分量下标 浪打的第二个下标接 等于等号右边 等于等号右边 旧的那个分量的下标 所以永远记得浪 所以浪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得反过来 因此你们仔细看 针对向量来讲 它因为同一个直角坐标 的转换 它的分量之间的关系是 它的模式永远是一样 不管你是怎么写 永远记得 首先浪打是等于第一个下标的轴 对新的第一个下标的轴 对旧的第二个下标轴的 cos引直 然后我们讲 比如说我现在要写说 一个向量 我用m 假定我这边用的是m 我浪打这边 这m交摆后面 然后这边比如说 a的nplung 那这边就是n 就是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式子展开来就对了 这个里面 这整个代表三个方程 是m可以等于123 而这边代表n等于1等于2等于3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写了a lplung等于什么 因为这是新的 所以它摆在浪打的这个新的 这是l 后面呢 你这边m 然后这个就是a的main 这个只是纯粹的是个向量的 OK 这是一个向量 坐标转换的一个关系 那你们会想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们先告诉各位 经由这个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这 这就是你们在产业力学学过的 那反过来讲 因为向量的中就比较简单 如果我现在针对这个原来的坐标系统 有一组 啰嗦了 要画墨尔园 可你们知道 墨尔园基本上主要的 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是二维的 三维的怎么办 我们现在先把答案告诉你 后面会更清楚 因为到时候你们会发现 我们会告诉各位 新的 Sigma i 接 普浪 新的坐标里面这九个岁 等于什么呢 它有两个下标 所以我这边会用两组浪打 这个是新的 都是i 所以这个的第一下标是i 第二下标是接 我这边填上M跟N 然后这个就是等于四个MN 就这么简单 一模一样的规则 一模一样的规则 然后你只要把这个展开来就好 所以这是这个公式的主要的一个重点 它可以帮你 不管我有几个 三个下标 三个浪打 四个下标 四个浪打 不管这个物理量是需要几个坐标 几组坐标系统 几组坐标系统 但是 用来做坐标转换的公式的规则 一模一样 几个下标 你就需要几组浪打 你们这个如果展开来 有进去自己可以试一下 展开来会跟你们在 财务力学末尔园所学到的类似一样 可不可以不要去实际 因为这个就直接记下 你到时候慢慢展就对了 像如果说是Sigma IJ等于有九行 它等号右边是九个相加 就是这个样子 但有的会消掉 这是三维的 如果你们说二维怎么办 二维很简单 假定你考虑的只是一个平面的 还是这个公式 维的差别这里面所有的下标 就是等于一跟二 不会等于三 只会等于一个二 结果也是一样 结果也是一样 这我们这边先讲 事实上 这个式子就是一个张量 如果你一个物理量 确定它是张量的话 它的因为经过坐标转换 它的每一个分量之间 转换前的分量跟转换后的分量的关系 就是这一个式子 这我们等一下很快就会谈到 下一个section 我们就会跟各位谈到 那我们这边是先从向量的这边的转换 请给各位先熟悉一下 因为这让各位了解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用这个indale rotation 这个观念来算这个坐标转换 非常好记 原因就在这 实际上你们只是展开来 好 那刚刚我们所形成的这个浪达矩阵 它满足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 它的行列式子 这个矩阵的行列式子 不是等于正一就是负一 什么时候正一负一 我等一下会说 第二个 它满足上面的这个式子 上面的这个式子 你们看 等号 第一个 上面式子 我用你们熟悉的符号来写 它是等于这个 它就是指的是 这个浪达 第一个是浪达的transpose 存上浪达 等于 这个transpose就是反字矩阵 也就是把对角线的值对调 等于浪达 乘上 得打ID就是单位向量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不证给各位看了 这很容易 这可以证明的 但是 我们不证了 意义不大 你们只要知道 这个转换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 这种存在formation 因为是直角坐标 转直角坐标 直角坐标 转到直角坐标 所以它会满足这两个条件 这个条件 我们就叫做 Oso-Gonan Condition 所谓的正交条件 Oso-Gonan Condition 意思就是说 这是直角坐标转 直角坐标 为什么 我没有强调是线性 因为原柱转原柱 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原来是互相垂直转 互相垂直 为什么 你们不要忘了 在工程上 并不是 顺便跟各位说一下 在工程上 没有人规定 你的坐标系统 一定要直角 这也是一个坐标系统 没有人规定 一定要直角 这也是一个坐标系统 这个就叫斜角坐标系统 Oblic 这个也可以用的 如果说我这边 现在有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在这两个系统的 分量是多少 那当然我们讲的 不保护量 可是意义是一样的 我还是比如说 从这一点 从这一点 做这个的平行线 从这一点 做这个的平行线 因此 这个向量在这边 分量这么大 这个向量在这边 分量就只有这么大 因为这还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还符合向量的加法定律 这个向量加这个向量 等于这个向量 只是这个时候 因为它不是直角坐标系统 所以它的分量不代表 不保证一定是垂直的 不一定是垂直线 但这个斜角坐标系统 还是可以用的 如果你一个直角坐标系统 转换成一个斜角坐标系统 那这两个条件 不会存在的 这两个条件 保证你是直角坐标系统 转到直角坐标系统 给各位补充 说明一下 那当然这边也 从这个式子里面 看出来一个什么端倪没有 因为这个式子看起来很熟 两个向量相乘会等于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矩阵 这个浪达 它的存是pulse 事实上等于它的inverse 因为这个乘这个 等于单位向量是inverse的定义 所以这两个是相等的 这个矩阵 这种正角转换的时候 直角坐标站 直角坐标系统 它的方向于显所形成的矩阵 会有这个特色 很碰巧 它的inverse会刚好等于 它的transpose 这我们不正的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正一负一 什么时候会等于正一 什么时候等于负一 你们仔细看 如果我是右手螺旋转到 右手螺旋 或是左手螺旋转 左手螺旋 也就原来你用的螺旋方向 是一样的话 那这个矩阵就会变成正一 我们把它叫做 Propor Transformation 这是比较适当的转换 因为你是右手螺旋转到 右手螺旋 也就这边也是告诉各位 也没有能规定你的坐标系统 一定要右手螺旋 你高兴你可以用左手螺旋 只是如果你要采用左手螺旋 也就是x是这样子转的 x熟悉的方向会相反 你必须要事先交代 否则你不讲 你用的任何坐标系统 你没有特别说明 我们都会假设你是线性直角坐标 而且是右手螺旋 你想要搞别的话可以 但你要自己交代一下 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右手螺旋转到左手螺旋 或是左手螺旋转到右手螺旋 这个行列式值就会变成-1 那我们就叫做是属于 imparable 不适当的 OK 不适当的transformation 我们把它叫做不适当的transformation 那因此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矩阵 我们叫做osogonal matrix 正交矩阵 而这个转换也叫正交转换 而一般我们所适用的 我们常用的转换都是正交转换 也就是直角坐标转 直角坐标 而且右手螺旋转 本身呢 右手螺旋转到右手螺旋 这是结束我们第一章的第四小节 也就是有关向量的部分 我们在这小节介绍了各位 如何用index rotation来代表向量的各种运算 以及最主要的告诉各位 用index rotation OK 来处理向量的坐标转换 自行的坐标转换 直角 线性直角转线性直角 我来强调 原住坐标转原住坐标是这个结果 但是如果是线性直角坐标转原住坐标 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从直线坐标转到曲线坐标 那个就不同 那个我们第六章再谈